第21集 蛇战群儒 鲁肃按照孙权的指令 把诸葛亮带到了义士堂 让他先会会江东的精英们 独睡江东 那他真是自无量力 诸位 请听我说 这位就是刘玄德帐下的诸葛孔明 人称卧龙先生 在下诸葛亮 请 请到这里来 我曾听说 先生隐居龙中的时候 曾经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意 阁下说得不错 先生没出山时 刘备还有几座城池 可是拜了先生为军师后 连老窝都丢了 请问管仲乐意会有这么窝囊吗 如果亮没有猜错 阁下就是江东第一谋士张昭先生吧 胜败乃兵家常事 昔日高祖皇帝不是也数败于项羽 而在该下一战 就逼得项羽在乌江岸边自吻吗 阁下既然身为江东第一谋士 恐怕应该知道吧 空明先生所说有些坚强 曹操拥兵百万 谁能挡得住他 那不过是些乌合之众 先生自以为用兵如神 可不也被曹操打得一败土地 来江东求援 如果曹操真是乌合之众 独备又是什么呢 国主率领的仁义之师虽然只有区区数千 可至今也没有向曹操屈服 但江东却不同 兵京梁族还有长江天险 但你们却劝自己的主公向国贼曹操投降 以前听说江东多有豪杰 今天总算是让我见识了 空明先生 曹操虽然携天子以令诸侯 但他却是开国功臣曹擅的后人 而刘备呢 他不过是个知习麦旅的村夫 竟敢冒充皇亲国妾 曹操的先祖确实是开国功臣 但曹操是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 我主皇叔的身份 是当今皇帝亲自认定的 再说 大汉的高祖皇帝起兵前 也只是一个亭长而已 我主曾经知习范旅是事实 但这并不是可耻的事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国家大事 那些浅薄的小儿 还是不要插嘴为好 孔明先生 孔明先生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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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知道吗 先生 别理这会庸才 请先生 跟我去见我们的主公 嗯 先生 千万别将曹操的真实兵力 告知我主啊 这是为何 自从曹操起兵以来 我主每天都很烦恼 如果知道曹操有百万兄兵 恐怕 知道了 主公 嗯 我把孔明先生带来了 是吗 在下诸葛亮拜见孙将军 久仰久仰 久仰 久仰先生大名 先生应该知道曹操的兵力 到底有多少吧 共有百万之众 啊 共有百万 一亮之剑 孙将军还是早些归降曹操吧 这样也免得江东生灵涂炭呢 那刘备 为什么不投降呢 我主刘备是汉氏后裔 怎能向曹贼低头 他就是战死沙场 也绝不投降 难道 我就该向曹贼低头吗 主公 请留步 主公 孔明先生 你为何要说那些话呢 亮早就准备好了退曹之策 但孙将军好像没有耐心听啊 哦 主公请息怒 莫农先生绝非是徒有虚名 他除了劝我投降外 还有什么本事 这 主公 主公 孔明确实有破曹之策 只因不知道主公的想法 不肯轻易说出来 刚才失礼了 没关系 亮相信您一定会回来的 为什么 看到您刚才的样子 亮才知道 您和我们的主公一样 绝不会屈服于曹贼 请先生赐教 曹军日行三百里 从北方赶过来人困骂罚 造成强弩之末 先生说的这些我也知道 可东吴的兵力 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 这仗怎么个打法 你忘了吗 曹军都是北方人标准的汉鸭子 说得好 这是曹军的致命弱点 可是曹操刚刚收服了荆州的水军 他只是收 而荆州的水军并没有服 只要将军和我主刘备京城合作 就一定能够战而胜之 将军 听说您的兄长曾有一言 内事不决问张昭 外事不决问周瑜 快派人去博阳湖 请周瑜 我要马上见他 遵命 我一直惦念着大哥 二弟 我刚刚听说你来了 你为什么不先来见我呢 量是为公事而来江东 所以理应先攻后思啊 说得是 鲁肃没把诸葛亮对我说的话告诉你吗 没有 但是我能猜到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就是想让我们引火烧身 他们可以从中获利 可是我总不能把父兄的基业拱手相让啊 主公 您父兄打天下时我就随事左右 我怎么会甘愿把江东拱手让人 只是曹操举兵是为征讨刘备 绝不是为了江东 只要主公不和曹操作对 曹操也绝不会为难主公 主公千万不能上当 将军 小桥 公瑾 您回来了 这么晚还没有睡 我想您今夜定会赶回来 所以我在这里等您 因为您是只闲不住的老虎 知我者小桥也 最近不断有人对我说 卧龙和凤楚怎么了不起 我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 现在我终于要出场了 公父 这么早来有什么事啊 周将军想和您谈谈 周将军回来了 回来了 我已作为主战派的代表见过他了 周将军很理解我们 并请紫禁带孔明一同前往 好 我这就去接孔明先生 将军 鲁苏带着孔明前来求见 知道 请他们到西屋暂歇 是 公姐 诸葛亮能言善辩 千万别中他的圈套 我很赞同诸位的看法 与曹操对抗 那是自取灭亡 请诸位放心 我见到主公以后 一定宣扎议和 绝不会上诸葛亮的当 拜托了 对不起 久等了 这位就是卧龙先生 孔明 在下诸葛亮 不才周瑜 久闻先生大名 不敢当 刚才张昭劝和来了吧 不过 他说的也有道理 与曹操对抗 无异于自杀 可公父怎么对我说 将军要和曹操一绝雌 现在主公 就等着你的意见了 依我们现在的实力 与曹操对抗 完全是以卵击石 为了东吴的百姓 免遭涂炭 我也只能劝主公 议和了 公锦 你怎么被一群懦夫 左右了 把江东拱手让给别人 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此战必败 不对 凭着公锦的鹦鹉 江东的险故 曹操 也未必能够得逞啊 先生是觉得我的想法可笑吗 不不不不 亮只是在笑紫敬先生不识实物罢了 什么 曹操极善用兵 天下无敌 我很赞成周将军的想法 不过我有一计 用不着割土献印就让曹操退兵 你有什么妙计 只要准备一条小船 载上两位美女去献给曹操就行了 两位美女 谁 大桥和小桥 曹操在张河畔建造铜雀台 就是为了得到他们 他还登台银诗道 兰二桥于东南西 乐昭西 与之共 可见大桥和小桥 都是绝世美女 曹操对他们垂涎以警 曹操老贼 我一定要杀了你 快来人 背马 我要曲线主公 怎么周将军突然转向 要和曹操开战了呢 这样的大事 周将军怎能如此意气用事 先生 您不知道 大桥是已故孙策将军的夫人 小桥是宫锦的夫人 原来如此 对不起 亮实在是不知道 主公 这是曹操下的战书 请主公三天内务必回复 不然的话 周瑜将军也说希望主公议和 不对 周将军明确表态要与曹操决战 臣让主公久等了 我都等不及了 主公还在为曹操的事担忧吗 你说的没错 主公 主公 请把那份战书烧了 让臣与曹操决一死战 弓箭说得好 今后再演投降者 下场与此桌一样 主公应兵 周瑜将军 臣在 现在任命你为大都督 即刻出兵 迎战曹贼 遵命 先生 我将马上去做些部署 晚上我再来请先生指点破敌之机 不敢当 不过大都督见我之前 最好先见见你们主公 为什么 他现在还是有些忧虑 不给他吃颗定心丸 他会失眠的 主公 公姐 主公为何郁郁不欢 他们 是不是正在担心我们 寡不敌众 是啊 我怎么也睡不着 正要派人去找你呢 主公 曹军号称百万 实际上只有十五六万 加上有表的七八万 也不过二十多万 而且他们长途跋涉 疲惫不堪 我只要率兵五万 就可以一鼓作气全奸曹贼 太好了 公姐这么一说 我就放心了 主公实在了得 他比我还了解我们主公 什么事都能想在前面 你找我 你怎么看主公呀 人才难得 不错 但是我想除掉他 不行不行啊 曹操老贼还没有除掉 怎么可以先杀我们的盟友呢 嗯 但是现在不除了他 日后他会成为我们的劲敌 诸葛锦是他的大哥 让他去劝诸葛亮归顺我们 您看这样不是更好吗 说的也是 那就叫诸葛锦去说说吧 好 我的话你听到了 你觉得我的想法正确吗 本来这种事情我不该插嘴的 但是 但是什么 我觉得紫禁说的非常有道理 人生在世应该胸襟开阔 否则自己的路会越走越窄 我这么做也是为江东考虑 你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你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才是 你好像很少读春秋 大哥 我记得以前你是只读冰书的 亮是受熟读春秋的关羽影响 所以现在也开始研读起春秋大义 是吗 大哥知道关羽千里走丹旗的事吗 当然知道 关羽真乃忠义之事 那你何必来劝我归顺东武 啊 我还未曾说明来意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心思的 亮当然能看出哥哥的心思 刘皇叔是汉氏后裔 皇家正统 大哥何不投靠皇叔 你不会来江东就像我不会去荆州一样 我们都是同样死心眼的人 既然你我都选择了 那就得在一条道上走道 你弟弟同意了吗 不仅没同意 还希望我能和他一起为刘备效力呢 那也没办法了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 此人不愁 定为东武大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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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